我们回到国内来看到口罩 从今天开始可以自由购买了 实名制第九轮同步开炮 全面征用四个月终于解禁了 解禁之后的价格会狂飙吗 我们来看到价崩99.5% 这是做口罩的机器 竟然不管是原材料还是机器都大跌价 机器甚至有人说根本就跟废铁一样 中国媒体说口罩原料疯狂炒作 现在打回原形了 蔡总 对 今天开始这个国内的口罩 可以民众自由的买卖 那到处都在卖 会涨还是会跌 先涨后大跌 来 问一下子晨 你用会涨还是会跌 我的看法跟蔡总是一样的 我认为说在初期的时候 大家会 因为以前我们不太够用 所以我再多买个五十个一百个 回到家里放着以备万一 这是会的 安心的 这是会的 这是买安心的 但是这件事情不会超过两个礼拜 我也跟网友赌了 超过两个礼拜以后 如果平均价还是高于五元的话 我愿意出一千五百份鸡牌 请客 五元吗 我们等两个礼拜后吃你的鸡牌 到底口罩的价格 今天开始政府每天还是征用八百万片 但是台湾的产能是两千万片 所以剩下的一千两百万片的话 业者可以在国内卖 也可以在出口 但是国外老实讲 现在需求还蛮强 所以价格还会短时间 挤在那个地方是国外的需求 但国内的需求 现在开发自有买卖乱象一堆 今天第一天中卫公司说 电话被打爆了 有人就一口气订十万盒 然后现在国内的售价 可能比实名制五片 它可能是外销吧 因为外销的价格很好 对 那应该买了就外销 比如我上个礼拜六 礼拜天我到南部去看 现在还不是6月7号大量解放 我发现我把它统计 第三分之一的民众 已经不戴口罩了 大家都可以观察一下 这个外面的这个情况 所以久了以后 国内的这个价格 必然下滑 比如说我们今天看股票 今天台股是大涨百点多 但是两大口罩的股票 你看一下1325的恒大 或者康纳湘 今天都是跌的 而且我们请看那个成交量 机关闯人的闯口 股票大涨 以前涨的时候有量 现在虽然股票在高档 那个量都缩了不见了 大家不是傻头的 对不对 我现在还去买这个价位 股价是反映的是未来 未来的供过一求 你也可以说人家吸收 不想买 那我接下来要告诉你 我们口罩的国家对闽城做什么 做那个农喷绿彩最大的厂商 我们做了不管是医用的口罩 或N95 他的心脏就是那一片的溶喷布 过滤那个病毒 然后我们知道 那个技术差的口罩业者的话 就是做那个密度很大的 就是孔洞很小的 但是你孔洞太小的话 我不能呼吸 那也不行 人家闽城的基数是怎么样 微米级的纤维 加上一个静电筑集两个基数起来 做了世界最好的口罩国家对 疫情发生的时候 老板 古斯敏说 我被那个厂商追着跑 还会不会跑 我每天厂人把你拉高到七顿 还是功不应求 但是又是底官倡在乘口 你去看闽城的这个股价 闽城的股价因为它新贵 今年二月份左右的时候 差不多十七块 可能要更之前 十七块 标起来 标到三百三十六块 好 去十八倍了 现在有点惊吓 我们看一下大陆的技术 打回原型吗 现在还没有 因为现在惊在那个地方 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大陆 看对啊 大陆的技术当然比我们差 但是我告诉你 两岸的东西做同样的东西 差不多 即使即便技术有差 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 大陆的价格很低 台湾很高 那我就做贸易商 把大陆进来吗 台湾卖 那我就套利了 好 我们看大陆 做熔喷布的股票的 两家公司的领导厂商 最厉害的一个叫道恩股份 你可以看它的股价 也是从九块到 涨到六十二块的人民币 那是最高 起来不然六倍 但是它最近多是跌 腰斩啊 腰斩啊 你没有看到二十八块 这敢价 所以你说它打回原型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不是没可能 但是时间也不够 但是我们就要看大陆的那个借鉴 另外一个 一支没算 第二张 太打股份 也是领导厂商 请看它的K线 从三块标到十四块人民币 K线差不多是细灰 现在回到六七块 现在腰斩啊 超过腰斩啊 为什么 我们来讲一下 中国大陆疯狂全民在封 熔喷布的故事 我告诉你 它怎么样了 先讲做熔喷布的机器 过去一台1.2万 我们都讲人民币了 后来最贵到十五万 然后呢 熔喷布一公顿的价格 过去正常是一万到三万的人民币 最高的时候喊到四十五万 我告诉你 4月15号突然崩盘 崩到多少 两千块 四十五万变两千块 跌掉多少 九十九点五趴 而且它不是慢慢跌 它是一次闪崩 对 所以我们来讲这个故事 江苏 阳中市 在那个长征旁边一个小镇 徐大姐做那个酒店的生意 换店哪 它正常的那个住房率大概三成 几个月前发现 满房耶 满房啊 很好奇 别人没生意他怎么会满房 对 问那个人家 你外地来这做什么 买布啦 买龙喷布啦 所以阳中市这一个市啊 就全民啊 上到八十岁 小的十来岁 全民啊 都去投入龙喷布 哇 实际上说不行了 我每天是酒店忙赚一点钱 外面人家都在做龙喷布赚大钱不行 我也要跳下去 找了六个朋友 买了好 大家抽一点钱 买了六台的机器 一台买三万块人民币 然后呢 我过三天涨到六万 所以不想我再追加 我先好嘛 再追加那个机器 大家做 还好 它那时候生产出来的时候 每公吨是三十 已经飙了三十五万 是 本来是一万三万 三十五万 二十天它增了二十万 但是习大姐说太少太少 人家别人都赚百万 有赚千万的 为什么 这些都是门外汉 机器买来 不要操作 所以那个粮率 生产的粮率很低 但是有人比较会 所以他就可以赚到百万跟千万 然后那个情况 习大姐回忆说 酒店通通是人 街上也都是人 全部都在买布 然后只要问 你有没有布 只要你有存货 马上就卖 护现金 疯狂到这个程度 然后呢 突然 杨中市的政府 出手整顿 为什么 这个小的城市 一共有五千台的机器 热热热热 生产 农奔布 不笑的 那不是一天一个假 是一小时一个假 是这样的一个狂奔 所以政府说不行 出重钱 开始管制 有一个数字到4月10号的时候 杨中市 注册涉及生产跟销售 农奔布的企业多少家 867家 然后这867家 有800家 都是在疫情之后成立的 本来做得很少 现在差不多准备要收拾起来 那西大姐说 好 让你告诉我 我看不对 我机器就转手给别人 旁边一个老杨说 我冲了 我的家具刚才是安徽 安装好 我都给亚洲赋料 赠照的领导 但是我还没有送到 杨州市来生产 已经变成了 汇铁了 好 我们回来看 那股价怎么看呢 防疫概念股 真的 这部航行已经结束了吗 应该是这个 疯狂的金钱游戏 取忠人善 刚才我们这个阿亮说 只有一种可能 他还会再涨 就是二次疫情 拜托拜托不要再化 二次疫情 拜托不要 千万不要 但是我们看一下 我讲比较稳的 相对比较稳的 先看一下敏城 敏城 敏城我告诉你一个数字 他去年就没有疫情的时候 EPS是0.45 今年市场是估10块 因为疫情 所以未来疫情假如趋缓了以后 他会回来以前那个获利数字 所以股价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应该就是高档了 这很有可能会做头 对 那南六市有做龙喷布 但是他也有很大的比重是不支布 也不是只有做口罩 还有其他的用途 他没有疫情的 去年的EPS是7块 我就讲没有疫情 所以现在有疫情的话 可能也有10块 但是还好 我打回原型我还有7块 所以他会在这一些 口罩相关上下游的股票 会相对的有支撑 但是还是会有修正 所以防疫股应该用去年的获利 比较保守来评估它的本益比 对 用它去年的获利来 虽然到底现在股价合不合理 而不要用今年 所以我们很多的投资人 你知道70万的股民 抢进防疫概念股 他都觉得这样的情况会持续下去 不可能 我们下礼拜就要大量解封了 不可能再用到这么多防疫 再过来 耳温腔 这个热印 热印的话 现在一个月EPS2块 真的是很厉害 所以 今天长黑可以放 而且有爆量 但是他的耳温腔的 让今年的获利 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所以我觉得他跟南六比较类似 就相对的有一些抗点 但不管哪一种 基本上 这个最好的那一段行情 大概都已经过去了 子晨为什么敢赌鸡牌 你是不是拆解过口罩的成本 其实这个是 非常非常基本的经济学原理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 刚刚那个蔡董已经讲了 不管台湾也好 不管是大陆也好 那么甚至于听说韩国 也都是大量的在增加生产 但我们就单纯来拆解成本 据说你拆解的成本 不可能卖那么高 那个成本是业者告诉我的 就是七毛钱到一块三毛钱 你是一片口罩 一片口罩 对 而且很多网友说 这个没有算过 算到什么固定成本 机器折旧 对不起 通通算进去了 那么我们政府当初考虑 五块钱的时候 其实有考虑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希望它增加生产三班制 总有加班费 对不对 大家很辛苦 第二个的话就是通路 我要给药商 我要给超商 也要有一些利润赚 对不对 这个是很有道理 就是说当我们的量不够的时候 但是需求很大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把价格稍微提高 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是功过于求了 怎么可能价格还会上涨 现在全台湾唯一说价格会上涨的 只有做口罩的公司的老板 他们回答 有人说出口价格不错 出口的价格我要说一下 出口的话 因为现在全球的疫情 大家都知道 美国已经开始稳定了 欧洲也开始稳定了 现在最严重的是巴西 俄罗斯 可能是印度 还有其他的国家 这些国家 它最重要的要求的是 价格便宜的东西 而不是品质比较好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中国大陆的口罩 相对会比较便宜 台湾做出来的东西 如果说刚刚讲说 不是用最好的 这个熔喷层做的东西 也可以价格便宜一点 所以出口的部分 我觉得也是廉价的会占便宜 高档的不会占便宜 回到国内除了谈口罩也要谈谈 有道理 即将要登场的 6月6号的罢韩 罢韩演习三山大会师最终场 媒体说破两万人 集结在凤山高举民主黄丝带 荒潮有限 到底有没有两万人 等会来问一下 两两 蔡政府年轻族群 满意度竟然蒸发了14% 学者说恐怕会影响到罢韩投票 这14%为什么蒸发 等会来谈谈 那个国民党找好备胎了吗 两两 我们先来讲 黄巢 昨天有两万吗 其实凤山是民主胜地 我们小英1月10号 就是投票前的造势网会 也是在凤山办的 对外说多少人你知道吗 那一场20万 好 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个画面 同一个地点 小英造势 当时是说20万 实际上应该没有20万了 有人评估大概是15万左右 这是当时的场面 我们再来看昨天 同样在凤山 这个黄巢 你认为是多少 没有 就主办单位宣称两万 宣称两万大概就是一万左右 一万左右 差不多了 其实最近 最近真的有一些 最近多少会不会过 就是有 我上次是说那天投票会过 可是最近氛围真的怪怪的 比如说 我们明天要开记者会 行政院振兴卷的记者会 我们很期待领振兴卷 我就真的很害怕 他明天就宣布说 7月15号才要实施 转移 转移目标 你这个不是又惹起很多人的不满意吗 为什么要7月15号 我们的阿中部长 不是每天都去夜市吃小吃了吗 为什么的振兴卷 要等到7月15号 所以米安仔叫来特伦 阿中部长说6月7号要解封 大家记不记得 所以我说这里面又会有一个期待的落差 其实昨天时代力量公布一个民调 我们就发现蔡英文在 20到29岁的民调跌了14.78 我觉得这个就跟万元纾困 还有年轻人毕业之后找工作不容易 还有最近的振兴的迟缓 我觉得都有关系 为什么不会就在6月7号开记者会 不就好了吗 我本来就认为应该这样 应该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在明天开 一路骂骂骂到6月6号 对这个事情我也简单 有一点点留言就是说 我曾经认为说 韩国瑜如果有可能 爸喊你有赌鸡牌 你赌小鸡牌 他有 他有 1千5百份 爸喊也赌鸡牌 1千5百份有 1千5百份 老多是不是开了养鸡场 没有开鸡牌 自己开这店好了 到目前我还没发出一片 那边还有一个大咖 我已经退出鸡牌界很久了 你现在满意度 民调降了14.7% 应该会影响到法韩 老多说你也有意见 对 我那时候 我觉得我也在另外一个友台 我说其实韩国瑜有两个 怎么可以去另外一个友台呢 对不起 实在也是人情 就拯救他有两条路 第一个就是他在6月5号那边 那天辞职 辞职政务官 尤其是民选政务官 递出辞城就生效 他6月5号辞职的话 他就可以参加补选 如果他是被罢免 他就不能参加补选 补选他还有10% 不补选的话 罢免的就没有了 你补选也不会上啊 至少还有一点机会 好了 我还在讲 第二个 还有第二条路 就是那天如果下大雨 那有一些人不去投票 对不起 我看一下下个礼拜 好像都是大晴天 所以这个对于 第六号天气怎么样 礼拜六啦 不是下礼拜 礼拜六投票 礼拜六天气怎么样 大晴天啦 礼拜六天气是大晴天吗 如果是天气好 可是最近两天都是雷雨风暴 没有没有 我看 这个当然的 这气象局说得准 就是如果是天气好的话 气象局不一定准老杜 对对 气象局说不定也是挺寒的 不知道 如果真的是天气好的话 对罢寒者有利 如果天气不好的话 对挺寒者有利 这个没有错 当然 不过我要讲另外一个案子 因为有一位 就是公民歌草行动 那是一个粉丝专业 他就在上面留言 因为这个女孩子 她住在湖内 是属于高雄县 这个我上礼拜也讲过这个观点 就是说他们家 长期都是支持民进党的 总统 立委 选举 全家都没有问题 那他就会去投 他就一定会去投 这次就他们爸爸妈妈说 说我在市场买东西 不好意思 说一大堆人在说 人情压力 心软 说你何必 何必 应该是怕 逢点名做记者 因为这次的监票部队太强 我跟你讲 那个农村就是这样 他们整天都会在一起 投票也是不会一个人去投 人家会看到你 这个是 坦白讲这个不叫不激民投票 因为我们平常投票 没有人知道你要投 对 我走进投开票所 我也是要回绿的 还是要回蓝的 要投一号还是二号 没有人怎样 但是这次不一样 这次只要你走进投开票所 不用走进 走在路上 往那个方向就是了 脸上就贴着 你是支持巴韩了 因为韩国语京 叫他的支持者不要去投票 所以会去投票的呢 就是支持巴韩的 所以很多人会开始想 我还没离开 让人知道 感到好 我说就这个网友 就能够跟他爸爸妈妈在撸 不然我们一起去投票 他就感觉他的力量不够了 你知道吧 所以韩国语是高招 他是高招 应该要戴口罩去 所以韩国语是高招 他叫大家不要偷来偷 是高招 他在那个地方是呼吁说 年轻人一定要回家 不然那些大人 爸爸妈妈们会不好意思投票 他主要是在讲这个观点 好 那除了民调之外呢 好 我们来看这一次的振兴和纾困 恐怕也会影响到 罢韩的结果 因为不管是振兴还是纾困 都不像对陈时中的防疫那么满意 当然有落差 而且差很大 而且高雄坦白说经济并不好 这个高雄的经济 当然没有双倍好 那这个就更有感觉了 所以我现在看真的是五分五分 所以真的支持罢韩的人 一定要踊跃投票 这有点投机取巧 五分五分 我上次五分在这里是说 我感觉这个时候投大概会过 可是现在真的越来越接近 会过到五分五分 差很多 没有 上次过年也是一辆辆辆 也是一辆辆辆辆 国民党找好备胎了 候选人 一定要在高雄市有很大的知名度 因为补选三个月内就要举行 比如说有人提到黄建廷 我觉得他在高雄知名度不够 所以国民党一定是一定要推那种 不是江启臣来 就是朱立伦来了 大概是这一种 不是都没有地缘关系 没错 他要的是全国知名度 这个时候地缘已经来不及了 觉得在新北节 在台中 文宣战 王金平有没有可能 王金平不太可能吧 那王金平先生到底有没有帮他 很有知名度 我一个人还是在弃韩国瑜 跑出来选总统 还在生气 听说路上有一个聚会 韩国瑜就偷偷跑去跟他招牌 然后他不太理他 不太理他 可是农会的部分还是有在动 那就是肖韩俊 对嘛 基本上都国民党 那还是在用人情压力 好 所以到底会不会过 不能讲一半一半 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赌鸡牌的习惯 我没有赌鸡牌的买惯